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刚才的这个generalist 那这个generalist在 什么地方可以派上用场 那我们这边呢还是一个多项式 但是这个多项式就不是这个变数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FYG 有三个变数 那这个是一个三个变数的多项式 那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把它派上用场 那上面这个多项式是没有经过整理的 是比较乱的 就是有FYG有很多像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多项式烧加做整理 这一个跟上面的多项式是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地平方 这个是地平方 这个是地平方 那他们都是三个都是地平方 所有地平方就提出来 在外面这边 这边是一个地平方 然后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里面的这个地方是什么 Y的平方 这个是Y的三方 这个是Y的三方 所以呢 这个Y三方 这个是Y三方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Y三方 然后这个是X的十次方 加它2X八次方 所以这个是把它整合在一起 这是Y三次方的系数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什么 这个是Y三次方的系数 就是X平方X十次方 加2X的八次方 这是它的系数 然后呢 这个Y平方 这个Y平方 它的系数是3X八次方 对于Y平方来讲 左边这个括号里面的东西 就是Y平方的系数 好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右边这个是Y 这个也是Y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把它提到外面来 放到外面来 剩下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Y的一次方 这个有Y的四次方 那Y的四次方又可以整个在一起 所以这边就是X的四次方 加上6X三次方 这个合在一起 就变成Y的四次方的系数 然后2Y 那这个Y的系数 这个就是一个2 那整个括号在一起 就是这个Y的系数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面这个多项式 整合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另外 把它写成 变成像这个形式 CY平方 加上DY 那这个就是G平方 在这里 就是G平方 那C就是这一串 这一串叫做C 这块右边的这个D 等括号里面 这个叫D 所以C跟D 右的多项式 多项式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假如我们把C的这一部分 再拿出来看 这一串 那C的部分 它就是有什么 有Y的三方 有Y的平方 所以就是 这个里面又变成 1的Y三次方 加上F的 Y二次方 那 那 我们可以看到 E跟这个F E本身就是这一串 它又是X的多项式 还有F的话也是一样 又是多项式 好 那我们怎么样 表达这样一个 像这样一个 GENERAL POINOMIA 这样多项式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刚刚的 刚刚的这个 GENERALIZED LIST 来表示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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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在 写本文的这个 资料结构 我想我们就先来 看 范例好了 直接 直接看范例好了 那 现在我们怎么表达 这个3 X平方 Y 我们怎么表示这个东西 那 首先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看的就是 这个是什么 多项式呢 这个是 Y的多项式 所以我们把它刮好起来 这个是一个 Y多项式 我们把它刮好起来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串的 Y的多项式 好 那我们看看 所以 这个最上面这一串 代表它是 Y的多项式 最上面这个LIST 是一个 Y的多项式 那 你怎么说 它是一个Y多项式呢 这个 这边写一个Y MARIFLE 就是变数名称 是一个Y 变数名称 是一个Y 所以它这个几次方都不重要了 那我们几次方这边固定了 它要提根0 这是一个Y的多项式 然后再接下来 是 这个Y多项式的系数 这个等于是我们的黑的 这一串 NINKLIST的开头 的地方 就是表面 这是一个Y多项式 然后再过来 这是一个 Y多项式的系数 可是这个系数呢 本身 它不是单纯的系数 它又是一个多项式 所以它又连到另外一个 这一串来 连到下面这一串 它又有一个指标 它又有一个指标 连到这一串 这一串是什么 是X的多项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又写一个X 就代表 这个 这个 这个是X多项式的开头 往后的这一串 是X的多项式 然后呢 它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这边是No 它就是一般的 里面的系数就是3X平方 所以系数是3 四方是2 后面没有了 就是回了一下 后面没有了 0就是后面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一般的系数而已 就是3的 这个是系数 这个四方是2 后面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单纯的 这样表达下来 所以呢 这个Y的多项式 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不是单纯的 多少的Y的多少次发 它四方就是又是 连到另外一个地方 是X的多项式 接下来我们看复杂 那这个就是刚刚的 刚刚那一个 这个复杂 就是 首先呢 这一排是D多项式 这一排是D的多项式 大家看一下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开口式机 这个开口式机 代表这一串 式机的多项式 开口 好 那这个多项式的 第一项 式机平方 平方 所以呢 这边有写平方 所以次方的量 还是写平方的 但是次方的这个平方 里面的系数 它是一个 另外一串的多项式 所以他穿 穿連到另外一串 就連過來 連到另外一串 然後這個 下一個是這個 是D的一次八 所以這領方法是D的一次八 D的一次八 然後這個D的一次八的系統也是一串 又是另外一個拖向石 那後面沒有了 後面沒有了 好 大項 大了這個項目結束了 我們來看小的項目 這個D平方這一下 我們把它串下來 所以這一算是Y的多向石 這是Y多向石 那這個Y的多向石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三次方的 這個是Y的三次方多向石 那Y的三次方多向石 它本身又是一個 串接到另外一個比方式 X多向石 這是Y的三次方 這個是Y的平方 它也是串接到另外一個X多向石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這個 外的三次方這個地方 串接到什麼 串接到X的多向石 所以這邊又跟你講說 這是X多向石 這是開口 每一個多向石都有一個開口 這是X多向石 然後呢 它是什麼 1乘以10的X的10次方 所以係數是1 10次方 串到下一個 下一個是2乘以X的8次方 2乘以X的8次方 這個0代表沒有 再來 y общ 然後這一部分 有這些 就是X多向石 所以這一塊是X多向石 這是X多向石開口 這個呢 3X8 3乘以Xx8 這個部分就沒了 接下來我們解形這個 Y的四次方 這個是Y的四次方多向石 所以我们解析这个是Y多项式 常常有一个Y四次方的,有一个Y一次方的 所以这边有一个Y的四次方 有一个是Y的一次方 那Y的四次方这个本身又是一个多项式 串接到X多项式是这一串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X多项式 1的1乘以S的四次方 还有一个是6乘以S的三次方 再过来也是这一串 这一串我们也串接到X多项式 这也串接到X多项式 当然你这边要直接写一个2也OK 但是这里我们就把它齐固化 接着说这边应该有一个2的X的某个次方 所以这个又串到一个X的多项式 这边是X多项式 然后这个第二点是2乘以S的0次方 这边没有X,这是X的0次方 所以这是2乘以S的0次方 那后面没有 所以我们用这样一个资料以后 来代表上面这个多项式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LinkedList里面 它本身的内容 可能会串到另外一个多项式 就这样串起来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范例 那我们的真正写部分说 我们的资料结构要怎么表现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Nord本身 每一个Nord它都有四个栏位 一、二、三、五、四个栏位 那这个看起来 这个Nest好像是大家共有的 这个Nest是大家共有的 还有这个ESP 翅膀的部分好像大家都共有的 这个Nest跟翅膀都是大家共有的 可是接下来的 左边这两个就不一定了 这个就不一定了 好,那我们现在怎么来表现这样的一个资料结构 首先刚刚讲的 你有一个Nest 是Linked到下一个 下一个点 这个Nest 它所串接 要串接过去的那个点 也叫Polynode 这Polynode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卡组叫Polynode 所以这个指标 直到它是下一个 还有一个叫ESP 它的翅膀 它的翅膀 这是大家共有的 接下来 这三个 这三个 就不一定 就是大家都不太一样 那这个有三个名称 所以我们如果看 这个范例这里 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范例里面的第二个栏位 这边有三个名称 一个叫做Variable 一个叫做Dump 一个叫做口语型 个别有三个名称 好 所以这三个名称 就对应到我们这边 这三个名称 VVLE 这个代表它 是一个变数名称 代表来面 它存的 是一个变数名称 那你看它存的 是一个character 它是一个字元 它代表它存的 是一个变数名称 那这个范例就是 像我们这个地方 这一串是Y的 波向式 所以这边存一个Y的变数 所以你这边存的是 这种变数名称 然后接下来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在写Program的时候 怎么知道 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存的是一个变数名称 而不是R5 数字1234 我们前面再加一个Trio Trio 我们这边还有Trio Trio 那Trio的值 它的值落等于VAR Trio的值落等于VAR 那这个时候 就像我们下面这个范例 它的值落等于VAR 就代表 就代表 你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 从实方的意义来 就是 你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 多项式的 那个linked list的开口 那你这边登记的 就是一个character 它就 多项式变数的名称Y 这是Trio 的这个部分 所以 Trio等于VAR 我们看一下 Trio 对VAR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一个 header node 就是linked list的开口 它是一个header node 有同学就拍桌上 有别的同学 大力敲一下 拍桌上 可以敲一下 好 所以呢 这个 如果 Trio 是VAR 就是这个 Trio 如果是VAR 那它就取 第一个 第一个意义 这个也一样是unin unin 就是这三个 是共用团商体力比的 但是三个 不会同时存在 那到底 你到底要取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就看苹果这个Trio 的值 来决定 好 那这个值 刚刚说过 如果你是VAR的话 那代表你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header node 那 这个VVLE 就代表 那个变数的名称 verable name 变数名称 所以下面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翻译就在这边看了 这个Y的变数名称 那它的Trio 它是VAR 再来第二个形式 它可能是一个指标 它指向另外一个多项式 它是一个指标 所以 Trio 或等于Ptr 是Point 它是一个指标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就是第二个形象 第二个形象是大 但它就是一个linked list 它是一个指标 指向另外一个linked list 另外一串 所以刚刚我们这个翻译里面 这个我们的翻译里面就是 这个Point 它是一个指标 所以它就是这个东西呢 它会指向一串list 就是另外一个多项式 指向一个多项式 指向一个多项式 然后这个翅膀双方登录 ESP就是翅膀双方登录 ESP就是翅膀双方登录 所以这个ESP ESP在这里 就是你这个变数本身 所代表的翅膀 到底是多少 像我们刚刚这个翻译里面 这个是一翅膀 Y的一翅膀 这个一翅膀的E 还在写这里 好 再来E三种形式 你这个已经不在这个多项式 而是一般的系数而已 那就是Trio 等于Number N0是Number的意思 它其实不是Nore 是Number 代表它是我们这个数字的资料 它是Number Number Number就是系数 coefficient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选的是第三种 第三种 是Number 第三种 好 那第三种就是 你这个是一个系数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系数3 那还有你的这个翅膀 这个二翅膀 这个本来就是大家都有的 这个翅膀 如果你看前面这个资料结构 这个翅膀 是大家都共有的 但这个翅膀在这边 也真正发挥它的实际的意义 就是看它是几翅膀 那这边几翅膀 就是这个二翅膀 好 所以这个以上 这个是我们宣告的一个资料结构 那刚刚这个第四十位这边所讲的 就是TRIO在不同的意义之下 这个它们所代表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TRIO就是这个 就是TRIO 这个呢 就看那个词啊 是VAR就选这个 或者第二个Point 或者第三个Bumber 去看你这个TRIO的内容 来决定你到底是 现在用的这一种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那因此呢 我们这个Node 一共有三种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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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在宣告的时候 我们是把宣告在一起 这等于是 这三个的属性啊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 这个是一个比较详细的 一个范例 下面这个呢 就是比较完整 那但是呢 都用结写 V1就代表VAR 然后P呢 就代表Point P代表Point 然后这个如果是Node 它代表Lumber N代表Lumber 就是前面把前面的东西把它剪写 好 再过来最后啊 就是我们有这个 刚刚有讲这个是我们的 Generalize List的应用 那再下来啊 那我们虽然没有把这个 这个 多项式这个 把实做出来 但是呢 我们就是 来看一看说 你要怎么去 对我们的List 要怎么去管理 对List要怎么管理 那再过来就是我们把 刚刚前面的这个A 这个A空的 这个A空的 然后B是怎么的 B是这样一个东西 B是这样的 一个A 然后拨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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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好 那我们 如果一般的List 各位要把下面这个 把它写上去 我们就是多了一个 叫做Tag 标签的栏位 来表明说 你这个Node 是一般的Node 还是一个指标的Node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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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T是True的话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Link 它是一个指标 它是一个Link 如果是Fourced的话 它就不是Link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Generalize List 这是我们能表现这个Node A 它这个是A 它这个是A 然后这个Tag的指是F 是Fourced 代表它就是一般的资料 它不是一个Link 它不是一个指标 它是一般的资料 然后这个呢 接下来 下一个元素 它是VC VC 那VC的话 在这边它是一个List 所以它要指向另外一串 VC 它要指向另外一串 好 所以这个Tag 这个值 这边就变成T True 就代表说 你这个 这个Node 它不是存放一般的资料 它存放的就是True 就是存放Link 它存放的是我们Link的指标 所以这个是一个指标 它指向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呢 它是一个List VC 所以呢 接下来这个是一个List VC VC 那V它是一般的资料 所以这边是F 是F 然后存放下一个 下一个是C 那再过来 没有了 就结束了 好 再下来 我们再看这个C的这个List 那C的List 是me me 然后空的 所以 C的List 第一个是 它是一个me me就是这一串 所以它是指向这一个开头的地方 指向这一个me的开头的地方 它是T 它是一个指标 下一个 它也是一个指标 指向V开头的地方 再过来 下一个 这个是空的 这个是空的 要记得 这是一个空的List 所以这也是Tr 这个不是F 这也是Tr 这个0 代表它是一个指标 指向另外一个List 但是那个List 是空的 所以这个T 这个不要弄错 它是F 它是一个T 它是处 它真的是一个指标 只不过它所指向的List 是空的 那后面没有了 因为这个已经最后一个了 后面没有了 最右边这个0代表什么 它右边还有东西 它右边没有了 这个0代表这一串是空的 好 这块B 这个部分 A 然后做点B 那A 就是我们一般的资料 所以这边是M Sports 好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指标 指向D 就指向D 它自己本身 然后就直过去了 所以这个是P 再下来 就是我们要怎么进行管理 你这个List 还蛮复杂的 这个串来串去蛮复杂的 那尤其 如果各位在写这个Program 有些东西 就已经不用到了 没有用到了 那你到底要不要把它抵离掉 我们以前抵离Note的话 非常单纯的 比如说 下一个命令把它抵离掉 这个时候像这种情况 不能随便把它抵离掉 你抵离掉的话 有些总告家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在要 没有在要 没有在要 把它抵离掉 你没想到还有两个指标 只要拿 你把它上掉这两个指标 就 这个加以后就办 所以这个也不用随便抵离掉 好 所以我们 要对我们的这个List 要做一些管理 那最简单的管理方式 叫做revens count revens参考 count就是数量 基础数量就是一个两个三个 count就是数量 参考数量 参考的数量 我们在HeaderNote里面 就增加一个栏位 叫做revens count 参考数量 参考的问题 这个revens count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到底有多少的指向理 那我们马上看方例 就更清楚 所以呢 现在我们增加一个HeaderNote 就是 我们把刚才的 那一个 generate list 我们再把它扣充一下 再增加这个HeaderNote 这是新增加的 剩下的部分跟刚刚一样 这是新增加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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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般的资料 它这边不是指 这个栏目不是指标 它是一般的资料 但是一般的资料 它这个部分是count 它是HeaderNote 所以它这个部分是count 这个 参考的意思 有三个人指向它 有三个人指向它 这边 咪本身这边一个 这个很厉害 这边还有一个 有三个人指向它 所以如果你要把V这个list 把它上吊 什么时候才可以上吊它 当它变成0的时候 你才可以上吊它 所以这边讲 reference count 到底有多少人指向它 指向这个list 这边只有三个 那它变成0的时候 你才可以把这个刊吊 所以你不能说 那我这个V已经不要它了 V已经不要指向它了 V已经不要指向它了 那你这个V不要指向它 你就把它改成2 这个V不要指向它 再改成2 这个不要再指向它 再把它改成1 这个再不要指向它 把它改成0 那就这一串通都不要了 好 那其他的都一样 这个A这个 它是只有一个A指向它 所以它是count 是1 这个C 只有一个人指向它 所以它count是1 V 这个V 它有两个指向它 一个是它自己指过来 一个是从那边指过来的 然后这个 VC 这个List 它也是多了一个Header Node 这个VC 这个也是多一个Header Node 它有一个指向它 还有 这个也一样 这个本来是一个空的 这里本来是一个空的 V 然后这个是空的 那现在里面 你这个空的List 我们也要把它变成这个 变成一个Header Node 这是一个Header Node 有一个人指向它 所以List 就不是直接先在这里 它是一个Header Node 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人指向它 变成那个形式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边 稍微做一下结论 就是我们的Refense Count 可以Dynamically Dynamically 就是动态 可以动态被更新 Update更新 动态更新 那这个List 怎么说可以被删掉 Only if they 只有在什么时候 在Refense Count 等于0的时候 才可以被删掉 就是 这个Refense Count 目的事就是 你当有指标指过来 你就要打加1 当有指标删除掉了 你就要减掉1 当它等于0的时候 那个List 就不要 就可以把它删掉 所以这是 对于我们这种复杂 Linked List的 帮你吗